财新消息来看到主打评价精品 华硕推出智慧手机ZenFone 传出预购夹击 不过却被民众发现 头一款手机在中国开卖的价格和规格 都由于台湾引发不满 今天华硕董事长石一重堂 与执行长陈振来都亲上火线灭火 解释原因 也提出对台湾消费者的补偿方案 对爱护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 感觉到受伤 我们真的也是觉得非常抱歉 非常难过 真的是想跟他们深深地跟他们说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他们 是这样 华硕三位高权执行长沈正来 董事长施崇堂 以及发言人张伟明 向台湾消费者神圣一举功 原因就是上星期推出的雷凤手机 被民众发掘 同一款手机在大陆与台湾分别上市 大陆的规格与价格都明显 优于台湾引发民怨 后来我们决定说 是不是规格也要改变一下 来应付竞争 这个在改变的时候 其实改变规格很容易的是 但是可以看到说 我们台湾已经保护了 网络标语写着 与大陆小米机竞争 华硕进军被大陆品牌占据的 中低街市场 提供台湾消费者另类新选择 先前就有PTT网友讨论 不会想买大陆手机 又有网友说 华为是美国认证的解放军背景 不太敢卖 买不完华为是自然问题 就目前来看的话消费者 台湾消费者还是以品牌为重 那我是蛮看好 Renfone这个品牌 在台湾出发的 稳住品牌发源地 台湾市场华硕推出补偿优惠 瑞凤系列售价全部降价500元 针对引进预售的民众 退费500元还附赠红色手机套 而参加千人体验购机的民众 全得退费 华硕展现十足诚意 就是要挽回消费者的心 新唐亚特地区 真一号张云廷 唐台北采访报道